智力发生8.8的强烈地震 举世震惊 正言上人再次恳切提醒大家 今世灾难 今世觉悟 人人克勤 克检 克难 把贪念缩小到零点 把爱扩大到虚空 人人善念汇聚 爱心付出 才能够真正的救地球 季海地发生强震 位于南美洲的智力 也发生8.8的超级强烈地震 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同时因为地震引发的海啸警报 更让全球53个国家同时戒备 天地间的四大不条 再一次提醒我们 人生无常 国土为罪 人生啊 就是那样的无常 为什么我们人都不能觉悟呢 在这样的时代里 信或是不信 我们要多用一点信啊 各位菩萨们 海地震后50天 当地的民众还是只能住在破烂的帐篷里 靠着物资度过每一天 饥饿 恐慌让当地人动辄暴动 慈激人慈悲与智慧并行 在维和部队的保护下完成一次又一次的罚放 希望我们人人还是要自我警觉 要克勤克战克难一点 不要再让二氧化碳不断释放 期待我们人人 爱自己要先爱众人 众人要先爱大地 大地不平安 众生如何平安 众生不平安 自己如何能享受呢 各位菩萨们 我们总是呢 小爱啊 要把它扩大为大爱 大灾难的警惕 强烈的提醒我们 大地不能再受毁伤 人人用爱付出 守护地球 才是救人类唯一的方法 带新闻刘志恩的民意怀链报道